第十一屆的臺灣小姐選拔賽正式起跑 記者會上邀請了前兩屆的冠亞軍一起站台 這次比賽將會有國服跟泳裝賽 讓嘉麗們展現感性還有自信 第一名可以獲得三十萬的獎金 也有機會站上國際舞台 一出場就成為全場焦點 各個身材高挑氣質出眾 臺灣小姐第九級第十屆冠亞軍都來站台 也宣告新一屆臺灣小姐選拔賽即將展開 真的非常開心能夠把我們國家的文化 我們國家的好傳達到世界各地 代表臺灣站上國際舞台 將年一度的臺灣小姐選拔 到明年一月底前都能報名 選手們必須經過重重關卡 除了有初賽及副賽 還有國服及外籍泳裝賽的考驗 機制反應及儀態還有特殊才藝 也成了是否能脫影而出的關鍵 總決賽預計將在明年的七月登場 第一名除了能獨得三十萬元獎金 還將參加國內外的慈善活動 以及國際選美比賽來展現知信 死信 好日新聞 梁洪志 徐亦環 普新宇 台北報導